黃卓心上台發言 給大家講講那個 大家好 五一龍 上次大家就是參加《車遊行》 我是代表香港唱法會會員工會的 也是代表服務業 今天我們的訴求就是 取消了強制金對中機制 強制金的完結就是為了 改善我們的扣佑生活 但是政府就在強制金這個浪漫裏面 不斷地將我們的遣散衛同場地 報告這個照顧僱員遣散 或者退休了之後的經驗無償 用這個強制金對中機制 將我們的許堂前一次一次地 不斷地衝起酒淚 更令人不驚訝的就是 政府更削除了僱員應得的勞動成果 而強制金對中非公務員合約制度 支付的長期負金和喜撒費 他們將它的公罪外判 以及以合約制代替 我們相信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逃避這個責任 大家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 無情地把報源變成了制度下的犧牲品 我們的強制金一次一次地被強制金對中機制取消了 我們要血汗詞 亦都被養到金 全部都報了 本會亦都對特首良者先生 在檢署時候 已關注了強制金的制度問題 提出圍責三百多百人的承諾 與此要關注 但我們勞工界 黃村秋水到現在都未能看到要得正的具體實行 教人們好尖閉 會否希望政府執行共門 應盡快交出時間表 早日落實取消強制金對中建制 我們有強烈的要求 第一 政府應該立即兌現承諾取消強制金對中建制 接納由勞工、僱主、政府三方發表 所組成的專責委員會 以進行取消強制金對中建制交出的具體時間表 第二 政府和工業機構 也應該首先取消強制金對中建制 以新作質 給大為作用 第三 積金局 在本年代對強制金進行全面檢討和諮詢的時候 在未來公開諮詢 預設核心經濟方案過程中 同時都應該要加入取消強制金對中建制的資訊工作 第四 長片來說 應該設立由政府部員三方共同公款的完善退休保障制度 以這個強制金的不足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 不要再被這個機制的漏洞 剝削了我們應該得到的議帳位和長期服務金 多謝大家